哈喽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和天狱子料的爱好者 在为了搞清楚他拿到的那件东西究竟是真品还是高仿所付出的努力 这帮人呢一般通过的渠道无非也就是找机构鉴定和找个人鉴定 那这里咱们就先聊聊个人鉴定 在网上有那种收费100块钱 然后你把图片视频发给他 他告诉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这种的误区有多大 因为他没有上手看实物 而且每一个人的水平也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其实并没有真的很专业 而且这个行业就算你非常专业 你也得与时俱进 你也得跟着行情走 再加上又是远程看图片没有看实物 他的效力就等同于你去详情的时候 看了照片和见了本人的区别 而且呢通常情况下他给你容易鉴定为假 这里面不光是远程看图片和视频产生的误差 同时也有一个心理作用 这个心理作用它其实是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表达方式 我如果把假的说成真的是很丢脸的 但我如果把真的说成假的只能说是我严谨 把真的说成假的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出现 而且还能显示自己的专业性 这帮人通常会给你很多他认为这件东西是假货的理由 说的也头头是道 那咱们再说这个机构鉴定 被大家捧上神坛的 这里有一张他的证书 他其实是装好的 我事先给大家拆开了 有一行字 资料的判定是结合现有科研成果 以及鉴定人员自身给出的专业 建议 看到了吗 建议这两个字 因为这类型的证书 它写什么字 这个字最终会成为法律依据 而现在的国检标准不允许鉴定产地 也就是说不允许鉴定资料 所以通常情况下呀 这帮人会把鉴定结果写成何天玉 把那个是不是资料写进备注栏里面 其实在我来看 这个写在背面被大家不容易看到的这一些注解 它更像是一张免责声明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要花两千块钱 它并非在鉴定结果栏里面 这件事情其实我讲了很多很多次 如果你们去地矿 或者说质量监督局 这两个地方一听 就是国家部门 是不是 你们去问 他们会明确的告诉你 不允许鉴定产地 那接下来再说个人鉴定 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拍张照片 有些甚至是直接把我的图片拿走 然后找一个人去鉴定 问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是假的 告诉你这里不对 或者是那里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今天这期的重点 也就是我最想问大家的 你会怎么办呢 你出于信任买我的东西 或者说是有意想买我的东西 然后拿了我的图片也好 或者东西也好 找另外一个同行 付他200块钱或者100块钱 他告诉你说这个是一个坊的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两种结果 有一种呢 他会继续信任我 因为他跟那个人不熟呀 他只是第一次见 他也不了解那个人 看我看了两三年 我长什么样子 说话是什么声音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了解 所以他选择信任我 那第二种人是什么 他会对我的信任荡然无头 那这种人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们习惯了不好的事情 我们更容易相信 哎这个大家还千万别觉得我是在胡说啊 就是有10个人夸你好 你可能不记得 但有一个人说你不行 你立刻就记住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关于资料的鉴定究竟是不是真的 全凭个人经验 因为他没有固定标准 至于我在视频里面讲的 我认为的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只是我认为的 大家是信任我 所以跟我的观点是一致 他也觉得那是真的 而且同行是冤假 恨我的人一定是同行 不会是卖家电的 卖早餐的 而且你们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 付出的那些心力 在我来看也是往然 不要浪费自己的心力 心力跟心跳一样 有的人认为 人这一辈子心跳的数量是固定的 跳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就走了 心力也是一样的 心力你用的越多老的越快 这种好无聊的事 你还去浪费心力 只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的 一个兴趣爱好 结果弄得心力交瘁 疲惫不堪 这种事啊 你只能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因为你不会看欲 但你一定会看人 好多人说啊 我其实也不会看人 那相对看欲来说 你是不是更会看人 所以做自己有把握的事 要么你就别买 好些时候我把东西拍完了 拍完了告诉大家去淘宝买 别找我 找我我也没有 我的东西很少的 可选余地也小 那么你不找我买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听进去我刚才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没有利益关系啊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山中岁月容易过 世上繁华一千年